真的没有错 这买房子之前呢 交屋真的要仔细检查清楚 同样呢也是买房子的纠纷 在台北市有个张小姐 就指控她目前买了一间中古屋 结果交屋之后 打算要换一个新的冷气机 掀开旁边的木板 没想到发现 这木板背后全部都是臂癌 而现在张小姐就控诉这仲介 当时竟然没有告诉她 而且是隐瞒她这样的事实 她现在打算跟消保官来检举 捍卫自己的消费权益 书上屋主勾选的 有没有臂癌是勾否的 我们会有这种态度产生 我现在明明告诉你们的是臂癌 可是你一直针对的漏水部分 我就已经讲了 现况我目前不知道有没有漏水 可是未来谁能保证有没有漏水 张小姐看着跟先生刚买的房子 没有购物的喜悦 反倒是一肚子火 因为家具通通搬进来 装上冷气 拆了部分的天花板隔板 才发现 头顶上到处是臂癌 屋主在现况说明书上面 也是勾一个缝 那你们当初也都没有告知 我说我的天花板是这样 那他们的 他们的墙边是说 他们有告诉我是剥落 可是整个天花板 不可能只有剥落 这么简单 花了一千多万 买下将近二十六年的房子 外表看起来装潢的美轮美奂 里头却是到处拉萨 向房仲反应 投诉人控诉 对方撇清责任还呛瞎 现在没漏水就好 你们没有 你们都装作不知道 你们从来没有告诉我 他有避安 张小姐不满 控诉这间知名房仲 寄出存证信函 一向北市消保管投诉 房仲业只表示 有和屋主进行协商 将会负起修缮责任 但是消费者不满 认为被隐瞒 花千万买房子 搬进去快要半个月 打包的物品都还没有拆封 因为币癌一天没有解决 他们住的不安心 这是刘师寿子阳 太不道 这次刘师寿子